这是我见过最强横的人类 他仅凭自己身体的力量 完全碾压阿三神世博 可谁又能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存在 在他的童年竟有着无比离奇的遭遇 在多年前 一个被核废水包围的小岛上 有一户人家 而眼前的这个小孩就是他雷电 而这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 却也有着自己的烦恼 已经两岁的雷电 竟然还是无法学会战力 要知道 其他人家的孩子 可是在一岁的时候 就已经学会了呀 这让雷电的父母无比的担忧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在小雷电三岁那年 他竟然突然间站了起来 眼见这一幕 他的父母开心至极 但还没来得及庆祝 却突生变故 只见小雷电一声惨叫 整个面部都疼痛的扭曲了起来 由于事发突然 父母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下意识的便抱住了倒下的小雷电 可下一秒 他母亲惊讶的发现 此时的小雷电 双腿和双臂全部骨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天生软骨症吗 当然不是 而罪回祸首竟然是因为 他的肌肉太过强横 把自己的骨头都生生击碎 这一于常人的情况 让他的父母不知所措 就连绑着死死的绷带 都无法完全将他束缚 可谁又能想到 这噩梦般野蛮生长的肌肉 却也改变了小雷电一生的命运 他没有就此低头 他一次又一次的试图 封印住这股力量 而这力量也被叫做百毙 而在多年后 他竟然躺在了女武神的房间里 享受着男人的快乐 可我就想问一下 这条狗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此刻无比舒坦的他 马上就要背负起 整个人类的命运 而这一次 属于他的女武神 竟然是老三 特鲁德 面对如此大块头的老三 雷电竟不由自主的 羞答答起来 这庞大的胸肌 竟比我的还大 这不就是我 梦寐以求的女神呢 废话少说 合体吧 小宝贝 就这样 属于雷电的武器炼化 终于完成 也就是在 女武神的加持下 雷电竟完全释放了 自己封印的力量 这可怕的实力 竟将师婆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他准备 给师婆致命一击的时候 这个阿三最强的破坏神 竟然硬扛了下来 而属于师婆的反击 却只是刚刚开始 我说 对 对